大家好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 因为我这几天在查这个ECFA的这个历史 跟所有的相关的资料 那因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们不要凭空这样子 隔空抓腰或是信手拈来 我们就当神棍了 不能这样子 应该要根据事实跟法律来说话 那所以查ECFA的这个资料的过程中 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是英国前首相 事实上他是在 他是在出生年月 他是1809年到1898年 就是他的高授 去世的时候90岁 这个以在这个180年代的人来说 这个是高授非常高龄的 那他叫做他的英文名字是 William Glaston 那就是翻成中文的话 他的姓就是Glasiton 这是英国的前首相 那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讲说 道德上的错误 绝对不可能是政治上的正确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你懂政治还是不懂政治 都没有关系啊 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基本的东西来检验 那什么是道德呢 有人最道德就是持怀疑论 就是说没有绝对的道德 没有客观的道德 有的道德在不同的时间呢 他有不同的判断的标准 最常见到就是说 我们说不可以杀人 杀人是不道德的 不可以杀人 那你说在战场的时候 他就是个例外啊 还有国家可不可以杀人 出于死刑 是不是就是不道德的 那所以道德没有绝对的标准 其实不对 什么叫做客观 道德有没有客观的一个依据 其实我们用我们的良知良能去判断 就可以看得到了 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是非善恶 没有那么困难 他也不是一个神秘学 所以道德是很神秘的吗 不是 我没有良知良能去判断就可以了 而且刚才说杀人的所谓的例外 他也不是例外 他只是在不同情境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道德的判断的时候 你要根据不同的情境去做判断 所以道德的客观存在 我相信它是客观存在 这从很多的哲学思考里面 事实上是可以知道 就是说道德是客观存在的 而法律是道德的最低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非常基本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讲道德的时候 很根本的就是 你犯了错你要道歉 没有人不犯错的 所有人都是凡人 凡人是会犯错的对不对 所以犯了错就要道歉 不是硬拗 不是说一些 所有年轻人所说的 说一些干话 然后就是哗众取宠 大家觉得很可爱 很好玩 很无厘头 那就把我们手上神圣一票给投给他了 那现在就是一个道德上的错误 绝对不可能是政治上的正确 说明台北市政来说 为什么这八年来台北的市政空转 没有任何政治之绩效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选错的人 那选错的人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看柯文哲 他是怎么崛起的 他当时因为爱之去捐的这件事情 最后被监察院纠正弹劾 那非常的悲愤 对着镜头就流下眼泪 认为他是被迫害的 然后从头到尾不承认 他在爱之去捐的事情上面 有任何的责任 那在葛特曼屠杀这本书里面 他自己用email回人家 不止一次的确认说 我所陈述的东西是真的 而陈述的内容 白纸黑字 他自己还提供自己的相片 然后去讲中国的 怎么样购买器官 什么兄弟架 这都是他自己讲出来的 然后后来 葛特曼来台湾开记者会的时候 有人在台下问他说 那你现在觉得说 你被柯文哲骗了吗 他是不是个liar 格特曼说yes 他很犹豫 但是他后来说了yes 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吧 那后来 柯文哲就去地检署 台北地检署就告了格特曼 最后台北地检署拖了一年多 终于已不起诉处分 所以柯文哲从艾滋器捐到法院所认证的这个liar 在道德上面其实标准很低嘛 你有没有这个犯错 犯错就道歉 不是硬拗 这样一路以来 其实包括台大的26例的 装了叶克摩 然后无心跳器捐 讲的很好听哦 无心跳器捐哦 可是台湾的法律是不准 无心跳器捐的 必须要脑死 而且经过各种医生的判定 通过脑死判断之后才可以器捐 再不然就只能尸捐 尸体已经死亡了 确认死亡了才能够尸捐 然后他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 做的26例的无心跳器捐 根本上我觉得从法律的判断就是杀人 所以当时监察院有做过调查 也对台大医院发出纠正 可是人家很厉害 最后怎么样 是调查这件案子的监察委员 没有得到连任 然后台大还是一样没有把26例的 弃捐案的资料交出来 要知道依据法律的规定 弃捐的所有的病例资料 通通都要怎么样永久保存 台大可以没有资料 这些黑乎乎的 攸关人命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在道德上的瑕疵是非常的严重的 就不要说在法律上的责任了 所以为什么台北八年来 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市政的绩效 我觉得我看到了英国首相 Glasstown的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特别有感觉 所以今天就是以这句话来跟大家分享 很多的问题 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困难 可以萌心自问 是不是说实话 然后是不是说吹嘘的话 明明做不到乱讲吹嘘 到最后跳票之后再来一个理由来解释 这样子的话市政是永远不可能往前走的 其实我们最近做了几个问卷调查 就发现说其实所有的台北市民 我跟大家都一样 我们是小市民的新生是什么 我们就希望这是一个世荣美丽的城市 世荣美丽 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然后食品安全 卫生健康 小孩可以得到照顾 老人可以得到照顾 年轻人想要成家 可以有公宅 而且这个公宅的品质必须要好 然后不能太昂贵 你如果比一般的市面上的公宅 可以租到的房子还要贵 条件还要差 那你公宅存在有什么意义 又或者说你的公宅盖了之后 你去强征私人的土地 强征来之后跟建商合作之后 就把这些土地盖的房子 全部把它卖掉 还是说你今天要再搞一次国宅 你盖的房子盖好之后 大家来抽签 抽到之后像有很多的君宅都一样 抽到之后就当作是怎么样 赚到钱了 明明不可以转售 限定时间不能转售 他还是七折八扣的就把它转了 上一次 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 现任党主席 朱立伦出来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的搭档王如玄 就是因为君宅的 还买了不止一户的君宅的事件 最后道歉 那你就不免要去问朱立伦 所以你当时选的副手 你不知道他背后的这些问题 那你如何能够说服大家说 你是一个市格的总统 你有能力坐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今天在看所有的问题 很关键的就是 你在公宅这个问题上面 应该在台湾还没有成功的公宅的 整个整体规划之前 应该是只能指租不寿 指租不寿 然后不可以去掠夺私人土地 你真的要兑现土地正义 其实公家机关有这么多的土地 闲置的土地 文字馆 在手上 盘点一下 台北市绝对有这个需求 有这个必要去盖 很好的公宅 然后真的解放所有的人 你说过去讲社会改革 就解放people 解放所有的人民 什么是解放 以新加坡为例 几乎八成以上的新加坡人 是住在公宅 然后时间到了 可能五十年四十年 然后因为钢筋混泥土 它还是有它的使用的年限 为了安全就改建 就翻修改建 那你永远不需要背负房贷 其实是一个多大的解脱 你为什么一定要拥有那个房子呢 你说买房子去增值 你还没有享受它的增值之前 你要负担 这个房屋税 地价税 房子是会折旧的 还要维修修散 然后贷款 你整天就是会还那个贷款 那个压力有多大 你要牺牲非常的多 你自己的生活的品质 儿女的教育 甚至自我的教育啊 都要你要牺牲这些品质 如果你今天可以解脱 用很合理的一个价格 宜居 然后你可以养小孩 谁不愿意说可以传宗接代呢 你可以养小孩 你可以有一家四口 或者是跟老父老母一起同住 然后公园就就近 不用过马路 托儿所也就在楼下 然后你的工作也就在附近 我们为什么不能期待有这样幸福的人生 可以啊 那为什么没有做到 空转 我觉得当你选了错误的人 道德上有问题的时候 在政治上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绩效的 因为 人是一致的嘛 是一贯的嘛 他不可能突然跳脱出他 他不讲实话不诚实 然后吹嘘碰碰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人格 然后突然可以落实 可以把很多事情实施好 这不可能的 所以 我觉得 看到这句话之后 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研究 ECFA的问题的时候 看到这句话 我觉得真的 感受非常的深 然后 法治的这个落实 我觉得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 我们不要再只是去要求别人 我们从我们是 自己是一个公民 是一个市民的角度 我们来 着手 我们对于市政 对于每一年的预算怎么花的 有没有人去研究过 这些预算书 就像林滕耀教授 他去研究立法院的这些预算 真的要花时间耐心 然后可以洞悉所有的问题在哪里 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都不关心 就是丢给议员去 然后媒体也整天就去追那一些 好像是比较无厘头的 比较有趣的这种新闻 没有真正实质的做研究的话 那当然 不管谁施政 就可以糊弄过去就好了 说都说不清楚 那就无法期待说 一个都市可以真的 跟国际上 跟其他的国际都市 可以比拼了 可以去并肩 然后我们有像 怎么样一个特色 所以台北市如果要有一个特色的话 有一个企业的识别系统 你就要有差异化 你要如何建立这个企业的识别系统 你要有差异化 那台北市跟其他的国际都市的差异在哪里 那你要认同啊 其实认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你的价值观跟大家普世价值是相同的 再来你的语言绝对 基本上有各国的语言都要有人才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导游 其实具备这样的能力 可是不够 我们真的要落实至少这是一个双语的城市 因语言能沟通 那几乎就是全世界各国的游客啊 精英啊 都可以来台湾了嘛 都可以来台北 而且会喜欢上这个城市 因为我们这个城市 人民真的很友善 治安真的很好 但是城市的脏乱 或者是说市容 铁皮屋这些问题要改革 老旧为老的房子要更新 那到底障碍在哪里 为什么都更完全停下来了 这些障碍要去排除嘛 所以让所有的公务人员 这么庞大的一个公务体系 让所有的公务人员 我们搬开那个障碍 排除那些障碍 搬开那些障碍的石头 让所有的人在他的岗位上面 发挥所长 然后不要再去增加什么这个 黑机构了 根本不应该有的单位 这些都应该要去盘点 然后把它这个消除 不要去养这些冗原 真心要把市政做好 这个才是我们所期待的台北市长 好 我们下一集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完美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 WE.TW 喝好咖啡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云自有相逢 灰色的天空 偶尔飘着 轻轻的风 无声绽 alone 无声绽囻 终松的玫瑰 日夜穿过满风顿零原 不认识过去对未来不懂 身在困屈该挣扎还是顺从 干涩的夜汗就没有泪水包容 老巷子里的书信也早已尘封 与自由重逢 呼唤的传说 千年后依然在心中 失去野心的力量 身影在风中空洞悲伤 与共 不再有梦 我们犯的所都相同 苍白面容 梦想已空 重生与希望 就要挣脱老梦 全力去寻找 爱和人同 离子又重逢 大海和天空 忍耗像世界大痛 迷雾透出阳光 青鸟正在目环 俯过内眸 心的辽阔 敲动停迈的钟 快乐不该 是挣扎或是顺从 期待那天与你一次又重逢 老乡自装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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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新的我 童文层突破童文层 我是童文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你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你 老乡自装的勇气